有点害怕 万一放出来什么不该放的东西呢 这种冷不丁看一眼才觉得吓人 感觉好像底下埋了个什么 像是个抛饰现场的感觉 这个水塔还是蛮漂亮的 这种真的属于那种比较老的工业区 老的居住区里面才会有的东西 这个底下有一个应该是个鸟巢的 有很多的枝叉堆成的这么一个鸟巢 这个水塔上有一个洞 一直在滴水 应该里头是结了冰 然后那个冰慢慢化掉 这个是上这个水塔的台阶 但这边长出树来了 枝叉把这个上去的路都挡住了 这个水塔就上不去了 因为实在是很危险 一个是危险 二是也挡住了 这个没法上 这个地方整体面积还挺大的 周围的这个植物已经长得非常的四不巨蛋 树也好 还是野草也好 长得非常的茂盛 就这边 谁一看就是荒的年头比较久的 而且从它这个建筑的造型上来讲的话 也看着比较有年代感 眼觉觉得感觉像是个小的锅炉房 这一片整体看起来还真的是非常的有年代感 地上非常多的杂草 先到这里面来看一下 包括这个墙面 原先好像是有一些外墙面的装修 但都已经脱落了 地上有些碎砖 这个窗户已经非常残破了 特别老的那种暖壶 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感觉像是车座 而且是那种特别老式的 比如说像面包车之类的那种车的座椅 这个地上这些有可能是原先遗留下来的一些霉 对吧 像是长期没有用的这个霉灰 看一下它的正面 这有个老梯子 这种胶质的色套 非常小的一个小房间 从贴的幅字能够看得出来 这边荒了已经比较久了 地上还有好多的衣服 衣服和鞋子 人把手都已经坏掉了 看这里边 这是个单身床 很老式的那种弹簧床垫 床头的那个组成部分 这上面还挂着衣服 也就是说这应该是个原先工作人员在这住的房间 这还有个USB的数据线 老的USB接口 这个挂着的应该是床单 地上还有很多的生活用户 一个小镜子 碗 枕头 东西真的很多 而且很杂乱 鞋垫都有 滑露水 虽然房间不大 但是东西还挺齐全的 是煤块吧 这样我觉得就更像是过路板了 屋子里头有很多煤块 地上还有个电箱 应该是已经拆下来坏掉了 反正到目前为止 出来探险时 还没有见到说这个地方还保持通电呢 不然的话我就死得很惨了 这底下这两个小房间是单截住来的 这顶上还有半层 其实应该是因为要在里头住 如果把这个条杆弄得太高的话 可能不就很方便 也不利于保温 来进它这间比较大的仓库看一下 非常大一间 而且这个格局有点怪 它的构造相对来说看着有点复杂 它的顶部好漂亮 这个顶部的中间是有一个气窗的 通风和采光都还比较不错 包括对面这边有一小排窗户 这种老上房拍出照来真的是非常美 非常多的这个饮料瓶 是北冰洋的饮料瓶 天津这边最主流的橘子去水不是北冰洋 是山海关 非常多的啤酒瓶 当时在这里人看来比较爱喝酒 这还有个抽屉 里头有遥控器 这还有筷子 虽然一留下来的物品都好奇怪 各种不同类型的东西混杂在一起 看一下前面 这个房间看一下 床写字台 下面又是个床 就这种小的类似于宿舍似的 房间不大 但是功能很齐选了 看这是应该类似酱油之类的 底下是个小的三个抽屉的这么一个小桌子 这个床真的很老了 这里的这个床屉是那种底下是空的 好像能方便装一些东西的 床板已经没有了 这个抽屉就散在这里 墙上稍微包了一下 拿凉席包了一下 这里有个罐头瓶 还有白酒 也是个老床铺 很旧的床垫 然后这个墙就没有包一下 直接弄了个木板挡了一下 比较早先的宿舍也好 或者家庭里也好 经常会看到这种就是挂铁丝绳子之类的 房间里头会有很多 你看他这个就是 看到啦 这还挂了个毛巾 一条非常老旧的毛巾 其实它的整体的全脑 这个地方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杂乱 这还有很多的生活用品搓板 这还有那个烹锅上的那个东西 各种不同类型的物品都混杂在一起了 特别的乱 这还有个包 这边就是一些生产材料的 我们到里边去看一下 有可能是堆放煤或者杀石料的一些东西 这种特别老的厂房通常是这样的 它墙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么几块木板 是凸出来的 然后会在上面装扎盒按钮 或者别的一些走线的一些控制的东西 开关之类的 我们看一下这上面的基本都已经拍掉了 所有废弃的地方 一般拆都是拆那种还能再利用 或者能卖钱 那种金属件的东西 它这个地上有好多的管子 这管子不知道是原先这边 是不是有什么大型的设备是走水的 特别多的管子 这地上是有一些 这是水泥吗 有可能是 好像是水泥 或者是别的什么杀石料之类的 看着像 这里堆了好多 不太确定了原先是个什么厂子 但是我依旧觉得 有很大概率 这原先应该装了一个锅炉之类的东西 这个墙上有个圆洞 这很有可能是原先装了 厂子里头的一些设备走管道用的 这是个特别老的那种电脑椅 上面还有个盘子 不相干的东西会摆在一起 看这里边 一个特别小的房间 应该是个厨房 这底下是拿砖搭了这么一个小长板子 这上面还有个锅盖 原先那个角落里头应该是灶台的位置 场面上应该都是油渣烟熏的这个样子 其实原先搞不好有小朋友 这是写的什么 关灯 然后画了一个灯泡 这里有个板 这旁边这是个什么呀 他们看出来是个什么东西 这也是个床屉 太残破了这个 睡在这样的床上能安全吗 再看一下这些 好多瓶子 这看的更乱 一个小箱子 这个箱子看起来还是比较规整的 我们来看一下箱子里 有点害怕 万一放出来什么不该放的东西呢 我看是什么 空的 吓我一跳 这上有字 天津 徐静 这后头是什么 16什么呀 但说实话 不建议大家如果出了探险的时候 随便翻开东西 因为你不知道里头是什么 一个特别老式的写字台 这个搞笑来 这上面是驾照吗 这已经落灰了 看不太清楚 废弃了 居然连驾照没有带走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这还有装拖鞋 这是个睡衣嘛 好多的衣服 哇 这个上头贴了两个才行 这中间的原型可能是到门 给封死了 衣柜 我本来想说这是不是个床 但要是个床的话 真的是太窄了 上头这还有军蜡衣 鞋子 这是米吗 好像是米 这个鞋子还是残破成度 比之前那几个好像都要高一点 这上头特别杂乱 有个扣着的小香炉 原型有可能是在这供了些什么 这是一个特别老的箱子 这么看也是蛮漂亮的 真的感觉好诡异 你看墙上 2004年6月9日 真的感觉处在这么高挑高的空间 真的觉得挺恐怖的 人家觉得这个角度也挺漂亮的 这个区域顶上 感觉随时可能会塌 来看看 现在有个小桌子 又是这种很混搭的这种场面 这边是个盘子 这边是支鞋 这咖啡器的地方有一大乐趣就是 你会发现不相干的地方摆在一起 这个门窗都已经封死了 不知道为什么 全都封死了 这是个底座 上面有可能会是一个金属罐之类的一些物品 或者说是我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地方的判断 就是感觉这边应该是个锅炉房 这边原先应该是那个锅炉的位置 看一下顶目 真的有点危险 就不太推荐大家这么出来探险 就不带头盔 对这个大小装的锅炉房 可能有点的小了 这个座也有可能是个灶台 就个手套 这个手套露出一半的 就这种冷不丁看一眼才觉得吓人 感觉好像底下埋了个什么 这就是这个区的外边 一个小的控厂 杂草丛生 那后边有几个大的厂房 而且感觉好像都已经快要坍塌了一样 真的是年头比较久远了 鲜盖的木头箱子 这里还有些衣服和鞋子 好像是个抛饰现场的感觉 这是个单独的小房间 两间 那间感觉好像门是锁死的这么近 感觉是放杂物的小房间 这两袋子应该是水泥 这边有块废玻璃 地上还有这些鞋 起个封下来的小窗 还挺带感的看着 应该就是个普通的杂物间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上头都已经长出草了 这个防盗门 还能开 我以为这边也是杂物间的 没想到这边先是住人的 一个非常简陋的板床 遗留下来的生活运气 这应该是这边可能工厂的工人临时住的地方 而且这个相比其他几个宿舍来讲的话 这个简陋太多了 这片区域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厂子 周围堆了很多的垃圾 我们眼睛还能看到原先是干什么的 看 它是一些电子板 是电子软件的生产厂商 当然有可能是组装厂商 这个不确定 替翻来之后 都在这个厂子进行组装 基本都是一样的 放心一致 我们进到房间里头去看一下 一个很简陋的小房间 你看一下上面 这个是微房了 我就不太方便走得太靠里了 这厘厚的房间 然后弄着这种踩钢板 有点危险 感觉可能会坍塌下来 原先的时候可能装修的也还好 因为这里还铺着地板 就不知道最开始的时候布局是什么样子的 线应该是个铺屁 原先看可能外观还比较好看 但是它的这个构造是很老实的 墙上贴了些壁纸 特别老式的壁纸就都已经卷起来了 但是尽管看就很老实 但应该能看得出来 这原先在这边住的人 对生活品质还是有些要求的 我们再去那一间去看一下 那个是已经顶着已经塌了 看看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是个储藏的房间 还是人身住人的 而且是个鞋顶 这房间里头都已经长草了 看来应该是荒废了非常久了 而且顶上完全都已经塌了 这个区域 你看就是年头很久的这种老房子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好漂亮啊 这中间还有个假山石 这两边应该是那种告示栏 什么之类的 这是个门内饰 贴了好多的广告 这边也有 我们先到里边去看一下 特别老式的那种厂房会有的 就一进大阵门 就有这种假山的这种情况 可能是宿舍办公的楼 这上面还有个铃 这个居然还有铃声 所以原先那个厂居的 这个组织最终性还比较强了 然后它被杂草覆盖了 我们接着往里走 真的好复古啊 感觉好像已经叹差了很多了 还有一个老仓库 看一下 这是那种特别大的金属罐子 这个不太清楚 原先是用来装什么的 这个结构真的是很有年代感 在这个墙上是会掏出 这种有点造型的洞出来的 我小的时候 很多地方的建筑都会这样 比如说学校公园什么之类的 墙上都会掏个洞做个造型 这应该是个特别老的仓库了 看这个大铁门也是很有年头的 我们进去看一眼 一进来因为比较空旷 所以这边说话有回声 这种还是稍稍有点阴瑟 说话带回声的 应该要是水泥之类的 没法椅子 特别老式的那种木头椅子 应该是个桌子松 就个没堆啊 原先这里头搞不好有锅炉之类的 烧门也没走 而且在它废弃之后 应该有人在这住 看这地上铺了一个被子 还有好多衣服 就是很多废弃场地 其实都会这样 要么是流浪汉在这里住 要么就是有留守的工作人员 可能在这住过一段时间 原先不知道是放什么的 墙上掏出来一块 地上还有很多的水泥台子 原先就应该在上面 可能装了一些装具之类的东西 然后一些金属装具 可能已经拆掉了 所以只剩下的水泥台子 顶上看着 有点危险 就出现了好多铁丝 这是个木头架子 原先这边可能仓库 做仓属一些东西的时候 拿这个木头架子来垫着的 采钢板临时搭建的 这么一个小仓库 这看起来更简陋 而且它是贴着那边的建筑搭着 相当于是拓展出了一块面具出来 先看看 非常多的 这应该是复合板吧 这里还有个床垫 又是这种 就是看废弃场地的乐趣 就在这 很多不相干的东西 混搭的摆在一起 看着特别的鬼运 这里的床垫红练练 好多的废弃板材 这边还有个水泥台子 还挺大的 然后一个老式的电脑椅 一个桌子 一个柜子 这里还有个很老的那种板凳 这是个床垫 很多的杂物 这一间 我的天哪 好多杂物 这应该是个桌面的板子 然后地上有一些衣物之类的东西 这边还有很多的抽屉 基本都是同款的桌子在这摆着 而且这个桌子好像貌似没有开始用过 你看这个抽屉是空空的也很干净 所以很大概率这个厂子是个家具厂 看看了 现在是家卧室 这里还有个镜子 一个小沙发 鞋子 衣物之类的 这有个特别简陋的板床 这里还有说欢迎谁 灯泡 老干妈 我出来探险的时候 如果能在人家的桌子上 发现这种瓶瓶罐罐的话 通常都有老干妈 拿布包裹雷下墙 然后这就是很简陋的软床垫和凉型的 居住条件有点差 看在老式的暖水平 这个已经是威房了 看底下钻已经都错位了 要去的话也得带个头盔 我这属于特殊情况 千万不要模仿我现在的行为 这地上都是些什么呀 这还有个自行车的轮子 这个轮子像不像死飞的 那么细的胎 特别小的吊扇 就是截出来了几个小间的房间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个好像是车上的 汽车上的一个部件吧 先看那间吧 这上面掉落了很多泡沫板 应该是人先固定在顶上做隔络用的 比较简陋的一个房间 前面有个小柜子 非常小的 那个角落里头还有双靴子 非常的残破的一个院子 结构比较奇怪 这里杂物也都非常的混乱 什么东西都有 这个袋子 这上面还有说明书一样的这件东西 好像原先是充气用的 但是不清楚这个充完了气拿来干什么 这是一个很矮的小房间 然后就隔出了那么两间 对吗 有个台阶 这边有两个圆柱 所以有可能是生产一些什么化学的产品 然后要在这两个大圆桶里头进行搅拌 这里还有好多轮胎啊 像是自行车的轮胎 这个台阶也是非常残破 看一下走 是个特别大的 就算什么 算个缸 一个超级大号的缸 这边也是 但这边已经充满杂物了 这个区域的构造整体还挺有意思 尤其是这两个圆形的大容器 有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就是生产什么的 就真的去得告诉我一下吧 哎呀走这种地方一定要小心 虽然不是非常高吧 但走在上面还是觉得有点危险 哎呀 这个区域是已经有点滩滩了 不论是门还是上头的顶 这里地上是个坡道 这个有点意思啊 其实不知道原先是生产什么 或者这边架设了什么设备 需要走这个坡道的 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个底座吗 还是原先像是一个窑一样的东西 这边一个 这场面还有一个 有没有人了解这种构造的 评论区里告诉我一下 这边的顶上已经没有 不知道是塌了还是原本就那么设计 是重点的 就是重点的